回收的紙去浸泡 然后那上面的图像跟文字 就慢慢的消去 然后我再去揉 然后把它压平 漂浮在空中的树干 其实是用回收纸 铁墨和茶叶染色所制成 台一大料林立耗时两个多月 全程用手工完成 让这项作品更有温度 跳脱出以往的色彩 跟刺绣的方法 把颜色抽离变成 全部都白色跟银色的方式 去堆叠出它的层次感 刺绣工艺结合时尚 实践大学李俊逸 花了半年时间绣出的白子 也让人见识到 年轻学子的创作力 新生代艺术家专属的毕业季 再度开跑 北中南十四所大专院校 429位创作者齐聚新北 将在长达五个月 共39档展览中 接力绣创意 把大家的艺术创作 透过我们六个场馆 直接展示出来 同学都很喜欢 因为这样一方面 我们不必再去找 所谓的展示的场馆 同学也可以彼此切磋琢磨 而且可以省下很多的钱 我想这给同学留下一个精彩的回忆 今年还首次推出毕业季的精选展 从39档展览中选出最具特色的作品 在新北市府一楼大厅展出 为青春世代带来一场充满创意活力的艺术派对 记者胡志欣张朝城 新北市采访报道 未经许的站特色的上航 下船是当时爱兽充满创意活力的